哈喽大家好 我们本期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注册下载OE OKEX APP 并且我们会简单讲一下OE OKEX APP到底要如何使用 如何进行KYC认证 首先我们打开OE OKEX的这个注册链接 这个注册链接我也会同时放在视频的最下方 我们打开一下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邀请码这个地方 邀请码是自然填入的 自然填入的之后 您后面所有的交易都会享受20%的永久性的手续费的优惠 如果说你自己单独去注册的话 这个优惠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先在手机里面注册完 再去下载它的APP 这时候我们选择用邮箱注册 填一下我们的邮箱密码 填一下 注意它的密码里面至少需要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 这时候我们点立即领取 就注册完了 278579 已经有了这个八折手续费的账号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打开这个OE OKEX的APP 它说不支持 无效 这个可能是它的一些问题 现在报错之后会自动跳到这个地方 告诉你有两种下载方式 我强烈推荐大家使用左下角的这个APP store的需要非大陆Apple ID的这个下载方式 我们点一下 它告诉我们 首先需要一个美国或者香港地区的ID 要么自己注册 要么去淘宝购买 打开淘宝 我们直接搜索台湾的APPLE ID或者香港的都可以 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 点立即购买 台湾应该是TTW 台湾的 然后直接购买就好了 那么我们购买完之后如何下载呢 我们要找到自己手机的APP store 我们进入APP store之后发现左上角有一个小logo 是我们自己的APP store的ID 我们先点点一下进去 然后往最下面滑 滑完之后点这个退出登录 把它退出掉之后 我们再滑到最上面 这里就有一个我们填APPLE ID的账号密码的地方了 然后呢 我们把从淘宝买来的APPLE ID以及密码粘上去 粘完之后点这个登录 千万不要点那个完成 点登录 这里要选其他选项 选择不升级 然后等待左上角的这个几个圈一直转完 这时候再点完成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APPLE ID就是台湾或者美国那边的了 然后我们在搜索框里面搜索okex 找到这个 它的一个logo是四个圈的 点击下载 打开APP 允许 我们点左上角的小人头 选择立即登录或者注册 我们选登录 这里选一下登录 OK 那现在就进来了 我们可以直接跳过 他让我们选择可以直接体验专业版的交易功能 我们选择直接到交易版 然后把这个 诈骗提醒插掉 插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有这个页面 有几个步骤 一个是认证 一个是短信 一个是购买 我们这时候呢 先进行一下认证 进行基础的 中国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认证就OK了 然后认证完之后呢 告诉我们开启短信验证或者google验证 我们一般 用短信就好了 我们找到手机号的验证 这里大家可以自己绑定一下自己的手机号 这一步搞完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那我们先打开首页 选择这个买币 里面有快捷买卖和自选的交易 我们 先点一下 快捷买卖 我们看到界面让我们默认去买 泰达币 也就是usct 这个usct其实是 数字货币交易市场里面的硬通货 我们能用usct来兑换其他任意的数字货币 比如说我这里买 1000块的人民币的usct 我们点击购买 会出现三种支付方式 这里尤其推荐大家使用银行卡进行购买 那好 我们现在点击购买 点击完成之后 会让我们核对整个订单 是1000人民币157.48个usct选择下一步 我们直接向对方进行转账就好了 那这时候就打开我们自己的 银行APP进行转账 那么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 直接转账的时候呢 切记不要添加任意的备注 就是比如说 买币买币的钱 或者 btc 或者usct 这些备注一概不要加 因为加了之后很可能这笔钱 无法成功付过去 那大家也会担心这个钱付过去之后 对方到底会不会给我 这个usct呢 对方会不会跑路呢 这个首先是不会的 okex这个平台会有相应的一个监管机制 这些卖给你usct的商家本身在okex压了非常多的钱 他们不敢跑路 就像我们在淘宝买东西一样 商家也不会不发货的 那当我们转完账之后再点我已转账 那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 然后过一会儿 这个钱 会到我们的这个资金账户 比如说啊 这个钱已经到了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买呢 怎么去买一些其他币呢 比如说 使币也好 或者 其他数作货币也好 我们点资金划转 我们把usct从资金账户 划转到交易账户 点全部划转 点完之后呢 我们返回来点最下面的交易 我们选择要交易的币种 比如说现在最近大火的send 后来现货交易和永续合约交易 我们先执行 现货交易的演示 点一下 到这里呢 我们发现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点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的选项 大家常用的都是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限价委托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8.164 那么我想 以8.1的价格来买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价格写成8.1 我想买多少个呢 或者我想买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想买500usct的 那么我们就输入一个500 8.1 我们点买入 那么这时候我们这个单子就挂在这个市场的右面 我们看这个右面有红色的和绿色 就挂在这个绿色的买盘里面了 等到价格下跌到8.1的时候 别人就会和我们自动成交 那比如说我现在不想做了 我想不想挂这个单子了 我想现在成交怎么办呢 我们先可以点一下撤单 把单子撤掉 挂单和撤单是不收取手续费的 只有成交的时候才会收取手续费 那么这时候我选择 市价委托 市价委托点完之后 你就发现这个价格你选不了了 因为都是按照市场最优价格来买的 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价值500USDT的Send 我就输入500 我们点买入 这其实就买成功了 我们再回到首页 点这个总资产交易账户里面 有个隐藏小额 我们就能看到 我们现在就买了60.1颗的Send 价值是500 价值是500USDT 如果我们想以现在的价格就卖的话 我们就点卖出 然后选择100% 就能把它全部卖掉了 如果说我觉得它能涨到9块钱 那么怎么办呢 我还点限价委托 我把这个价格输入9 我数量里面选100% 那么我就可以挂一个卖单 等着别人来和我成交了 那么同样的也能够进行相应的撤单 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尝试的去操作一遍 下一期视频 我们会给大家更新okex里面 如何进行合约衍生品的操作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及时收看我给大家更新的教程内容 二小种色式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变成广庭的 前期视频就会变成广庭的 感谢观看